北海油汁涉嫌混油来贩卖 负责人上个月已经被收押 检方两度通报了台南市卫生局 但是卫生局迟迟没有把问题产品给下架 台南市长赖清德在4号清上火线 表示台南市是在前天3号的傍晚 才从南检取得下游厂商的名单 经过过滤清茶并且向卫福部做过确认之后 要求13项的产品必须下架 没有故意拖延 问题油品连环报 位在台南仁德的北海油汁公司 疑似把饲料油混沖食用油贩卖 女性负责人夫妇已经在10月18号和30号接连被积压 但相关产品却此时没有下架 外界质疑是不是台南市卫生局失职 4号上午市长赖清德亲上火线 强调市府直到3号才从南检取得下游厂商名单 配合办案的进度 将北海油脂停厂停工 把他的油品封存50顿 但是因为下游的厂商下游的这个店家 其实市政府卫生局是没有必要的 北海油脂因为对油品来源交代不清 9月底就被台南市卫生局移送检方侦办 10月12号卫生局进一步勒令其停止制造贩售 并封存厂内50顿油品 而检方调查后发现 另一家问题油商新好公司的上游进红商行 同样供货给北海 北海另外收购其他不可供人体食用的油品之后 部分以饲料油出售 部分却制成食用油贩卖 因为食用油进出货数量明显有落差 才会将负责人夫妇生涯 台南市卫生局则表示 原本和检方就是约定11月3号下午开会 取得相关资料比对 没有延误下架 4号上午食药署代理署长江玉美也出面缓夹说 不论中央或地方都在为人民健康把关 有的时候是证据的取得是非常困难的 或者是残缺不全的 那在所有的警察人员在判断上就有一些困扰 台南市卫生局已经在3号晚间公布北海油脂13项产品强制下架 但各县市下架时机欠缺标准作业程序 卫福部也承诺将制定统一标准 记者台南台北综合报道 南台湾登革热疫情持续拉警报 机关署公布上周高雄市新增的5例登革出血热确定案例 其中一名住在高雄古山74岁的富人 从就诊到死亡只有短短的4天 机关署表示 本土登革热从今年入赛以来已经累计有8845例 疫情仍然在高峰期 预计下周可能就会冲破1万打关 民众戴着口罩把住家前水沟里的杂物一一清除 卫生局也出动喷药要来防止病霉纹的滋生 南部登革热疫情持续延收 上周高雄市新增5例登革热出血热的病例 其中家住古山区74岁的女性从就诊到死亡只有短短的4天 本身有高血压跟糖尿病还有心律不整的病史 因为发烧腹泻恶心等等的不舒服 然后就医 机关署表示上周全台登革热本土确定病例达1420例 其中高雄占大多数有1379例 当中又以三明区凤山区以及前镇区疫情最为严重 而本土登革热从今年入下以来已经累计8845例 机关署认为疫情还是在高峰 预计下周可能就会冲破一万大关 登革热新增的病例还是有1400多例 虽然叫再之前一个礼拜1500多例少了一些 三明区还是有400多位一个礼拜还是有400多位 还是相当的多 那这代表说我们的目前疫情还是相当的严峻 除了登革热疫情机关署今天也证实 先前南投一对姐弟确定陆续罹患麻疹后 与他们同一个家族的两名亲属也确定遭到感染 目前这个家族共有四人得到麻疹 而与他们亲密接触者 共高达514人都需要追踪观察到11月15号 记者物要一定国防特会报道 彰化地检署侦办顶芯黑心油 二度到屏东油厂去采样 因为怀疑顶芯从越南进口的饲料油 在越南恐怕受到了越战时美军喷洒的世纪之毒 成绩的影响 经过食物链残留有代奥新 石要手表示 越南进口的油品都有检验代奥新 而顶芯的油品也都有验 只是代奥新的检验比较费时 目前数据还没有出来 顶芯黑心油风暴 彰化地检署第二度到顶芯屏东油厂采样 因为传出顶芯从越南进口的饲料油 可能含有越战时期 美军所喷洒的世纪之毒成绩 成绩当中的代奥新恐怕将进入越南食物链 随着饲料油流进台湾 地检署所送过来的样本里头 我们也有做代奥新的一个监测项目做检验 石要手表示代奥新主要为脂溶性 石要手从93年至今 已经针对2300多项肉类脂肪类产品检验 而越南油品都有验代奥新 包括顶芯油品在内 但代奥新的检验期约14天 近期就会公布结果 医生表示代奥新高剂量短时间接触 或有皮肤病变肝功能受损 或低剂量长时间接触 有致癌的疑虑 以及不易受孕或鸡胎的危险 有受代奥新的污染 将来这代奥新比较容易沉着在内脏器官 飼料级主要它可能来的病死猪 有内脏器官提炼出来的油脂 这种地方更容易有代奥新的污染 至于正在积押中的前顶芯 制由董事长魏英冲 已经违请律师 上午第二度向法院地状提出抗告 主要是关心他的身体 看起居有没有正常 另外就是今天我们准备抗告 然后请他签给我们 律师表示顶芯三观文件都被检方扣押 检方也起诉魏英冲 已无串供灭供之余 因此决定要提出抗告 今天是台北建成130周年 台北市文化局利用了一系列的公共艺术 重现台北城 而四号在从前的华山车站 艺术家们重新打造经典货运火车 DT560还有老站牌 要带民众重温当年繁华的华山货运站 利用铁条结构勾勒出过去 每日行经华山车站的经典货运火车DT560 火车停留在已经拆除 但却看得出历史痕迹的华山车站月台旁 这个华山车站的时光站牌 看似熟悉 但却又加了时下流行的乐高模型 策展人说 透过艺术家们对台北产业发展脉络的了解 以火车铁道为创意发响 希望带民众追见过去百年来的台北 这一片草地上呢 过去就是台北最重要的一个华山货物转运站 在这里重现了古老的造型 然后让我们带我们重新回到过去的一个想象 台北市文化局也说 台北建成130周年一系列的公共艺术展演 希望打破传统的媒材框架有更多元的呈现 公共艺术最重要的是要让市民 或者是让在台北来到台北的人 你可以感觉到这个城市有它的美感 这个城市有它这一种所谓文化对于过去的历史 我们有我们自己的主张 我们有我们自己的看法 已经消失在台北街头的火车铁道 确实诉说台北城历史最重要的轨迹 除了华山车站 还包括松山烟厂 台北机场等六个基地将会串联起来 透过台北铁道记忆 带大家穿梭台北城的过去跟未来 记者陈水军陈保罗台北报道